陳偉英三有三分之一局吞敗 不美最短拘束 可能這幾場不知道為什麼就比較多 可能因為球現在已經慢慢搞起來這樣 只能說自己被打全力打是 就只能說是體所當然 就如英仔陳偉英所說的 昨天出場光芒 球路壓不下來就得挨轟 面對光芒第一名打者詹林斯 就被敲鎖打起全力打 二局上光芒佛賽斯走外野兩分打點全力打 再度炮風陳偉英 四局上光芒基爾麥爾 集出右外野兩分打點全力打 這三次全力打讓陳偉英只主投三用三分之一局 四分五分就被退場 是他後每三年以來先發局數最短的比賽 雖然精英中場將比數追成4比5 只輸一分 陳偉英吞下本季第三敗 黃玉暴漲到4比19 未來再遇到光芒 就是要研究他們的一些習性什麼 等於是自己要更去了解所有的打者 這樣子 動新聞綜合報導 雖然是因為